大家好 我是透视中国首席研究员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话题是 中共借和香港管全球 习近平给自己下套 这个话题将分成三部分去讲 一 中共借和香港管辖全球 二 习近平给自己下套 与世界为敌 三 美国应对策略与未来局势走向 那么在讲这个话题之前 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各位请教一下 我们研究了一下YouTube给的数据报表 发现观众看我们透视中国的频道节目 有百分之七十几是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选择订阅 我们这个频道的订阅数至少可以超过五十万 我想不可能没订阅的都是五毛或者是亲共的吧 我们的频道是经常有一些五毛来骂 不过那些是无理谩骂的小兵都会散掉 免得污染了其他观众的眼睛 也有朋友留言说提醒那个订阅的视频发布五天后才出现 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种现象 如果其他人也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是YouTube做了手脚了 如果大家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看节目而没有订阅的原因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 帮助我们改进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住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另外我看到有不少人在视频下面留言提问 因为留言比较多可能会一漏 没有回答上问题 大家提问最好是去中国时局直播平台留言 那里有专门的留言区 那样我们就不容易错过重要的提问了 如果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我们可能会专门做一期节目去回答 接下来我们讲回正题了 我先讲一下第一部分 中共借和香港管辖全球 这部分我会分成两点来说 第一点 中共暴露称霸野心 7月6号香港特区政府网站发布 《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 7号开始生效 第43条细则 给香港警务处的国安部门非常大的权利 详细的条文我就在这里不说不重复了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估计这几天也有不少评论人士会进行分析 简单的说一下就是 香港的国安部门只要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 就可以无需法院批准 随意对任何人进行搜查 随意限制离境 冻结或没收财产 进行言论管控 进行监听监视 甚至要求境外政治性组织或代理人提供资料 除了第43条之外 香港国安法的第36条 第37条 第38条 也是要管辖全世界的 例如 你在美国乘坐香港的国台航空 讨论了中国应该实行民主宪政 对不起 你犯了香港国安法了 因为中共的宪法第一条就是规定 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赦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也就是说 只要你讨论中国要实行民主宪政 等于否定中共的领导 等于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你等于犯了中共的所谓颠覆国家罪 又如 在香港有开分行的汇丰银行老板 或者是美国总统川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只要他们批评香港国安法 凌驾在香港法律之上 侵犯人权 那他们也触犯了香港国安法了 台湾人的风险就更大了 只要你不认同中共的一国两制体议 或者你是民进党党员或者是支持者 哪怕你是国民党九二共识的支持者 只要你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 那你也犯了中共所谓的分裂国家罪 在理论上 你只要踏上跟香港签有引渡条例的 20个国家 或者是乘坐香港注册的飞机或游轮 在香港机场转机 就会有被抓捕的风险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五条 第五十六条 一旦你在香港被抓捕 还有被送到中国大陆审判的风险 大家知道 因为中共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很多欧美国家是没有跟中共签引渡条例的 由于香港有一国两制的原因 所以像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洲新西兰等 这些欧美国家就有跟香港签移交逃犯的协定 现在中共通过了香港国安法 就可以借和香港向世界伸出了魔掌 中共称霸世界的野心也就暴露无一了 第二点就是 中共玩碰瓷 为什么中共在美国强烈表示要制裁的形势之下 还敢跟世界玩强硬的呢 现在我讲一下第二点 中共玩碰瓷 我们一再讲中共生存与称霸的特性 中共为了生存可以做任何的战略性妥协和承诺 争取喘息的机会 其邪恶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 一切的生存妥协都是为了将来称霸 为了称霸可以撕毁任何的承诺 中共的决策行为几乎都受这种特性的影响 我们回顾一下 2018年到现在的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战 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中共的这种特性 2018年中美开始打贸易战 中共开始宣传说不怕打贸易战 小打小赢大打大赢 环球时报胡锡进还说 中国不怕把太平洋打成中美贸易的天欠 当美国开始加关税 完整的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不敢提了 厉害我的国不敢提了 在12月1号阿根廷G20峰会上 习近平向川普示弱 表示愿意改革 为中共争取了90天的喘息谈判期 成功拖延了美国的加增关税 中共宣传就变成了 扩大进口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019年5月 中共突然翻脸不认账 气得川普马上加增关税 中共还提出了三条底线 第一要撤销全部的加增关税 二不能随意增加中方的采购金额 第三要稳本平衡 不然就不跟美国签协议 但是当中共确认川普愿意在6月底的 日本G20峰会跟习近平谈判的时候 中共马上又变脸了 中共的宣传马上就从上甘岭变成了黄河决恋 从韩战的敌人变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美恋人了 2020年1月 中共打破了自己画下的三条底线 跟美国签署了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 在国内还严禁媒体评论 只能按新华社的通稿报道 但是中共自己隐瞒疫情造成全球破散 世界经济严重了停顿 打破了中共自己拼命远硬坚持 想要维系的中美关系 我们前面回顾了中共在中美贸易战上的反反复复 充分表现出中共的生存与称霸的特性 中共为了生存可以做任何的承诺 为了称霸可以撕毁任何的承诺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过去六个月 疫情爆发后中美关系的变化 中共的生存与称霸表现的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中共现在敢跟美国碰硬的 那么今年1月 中共公开疫情但仍然隐瞒了实情 武汉封城但却允许武汉的飞机飞往世界各地 2月全球开始陆续爆发疫情 中共利用中国的全球化制造业节点的优势 搞防疫外交 3月中共装救世主 同时将病毒的起源甩锅给美国和其他的国家 川普反击把武汉肺炎叫做中国病毒 4月中共宣传大骂蓬佩奥 4月底5月初中共又开始示弱 说不会武力攻台 到了5月两会 中共又突然强推香港国安法 6月中共向美国提出了夏威夷会谈进行摸底 7月中共就强推香港国安法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 中共也是表现忽软忽硬 在这期间 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对华政策是越来越强硬 跟中共不仅打科技战 还打金融战 甚至打出了宗教自由派 美台关系是越来越密切 公开表示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的中共和港府官员 7月9号 针对新疆的人权迫害 美国制裁了4名中共高官 包括新疆党委书记 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全国 我们看到 中共隐瞒疫情 已经令美国不再相信中共的妥协 在夏威夷会谈上 蓬佩奥也向杨洁篪表明 美国不会光看嘴上说的 而是要看行动 也就是说 中共战略性的妥协 欺骗已经无效了 美国对华政策会议是越来越强硬 我在6月22号的节目中说 中共这次会展不但没有达到原来的战略意图 还给自己挖了三个死坑 其中一个就是香港国安法奇苦难下 我在最近几期有关香港国安法的节目中分析过 中共和习近平为什么需要香港国安法 怎么样测试国际的反应 从中共的角度看 在夏威夷会谈后 中共确认了美国不会再上当 看起来中共无论是示弱还是四强 都是面临着危机 示弱 不符合党性 香港局势无法控制 四强 可以控制香港局势 但面临美国的制裁 后果是难以估计 我在7月1号的节目中分析 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 是在孤注一字 但是中共并不是没有做战略部署 大家看一下从6月30号起 香港和大陆的资本市场的反应就知道了 中共跟西方的资本硬托出了一个牛市 让在5月就入市的西方资本赚了一大笔 让中国的韭菜们给香港国安法唱了一出歌舞生平 这给川普政府制裁制造了一些障碍 如果川普政府马上用香港自治法来制裁 必然会打到华尔街的资本 其中会有不少美国的退休基金在里面 而且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9条第4款的规定 对香港或者中国进行制裁 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为 就会触犯了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可想而知 香港的金融机构和大公司都要面临站队的问题 美国的大公司和金融机构100%不敢跟中共较劲 要么自己蒙受损失撤离香港 要么会联合起来向川普政府施压 这样川普政府就不得不投鼠计器 不那么容易马上就进行制裁 这样在表面看起来 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 不但没有下走资本 反而引起来的资本投资金融 中共的反向操作和大外宣就产生了短期的效应 也就是说 中共在没遭的形势之下 又耍无赖挽起了碰瓷 赌美国不敢用瓷器碰中共的哑纲 因为中国民众受多少损失 受多少苦死多少人 中共并不在乎 但是美国民众若有损失 必然会对川普政府施压 川普制裁的行动越拖延 对川普就越不利 对中共就越有利 尤其是美国的盟友 科技大公司 西方的金融机构 如果看到美国在一段时间内 没有实质的行动 为了经济利益 就会向中共屈服 那么中共就碰瓷成功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 中共的邪恶特性 为什么中共会这样算计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所有党员必须要学马列 相信中共的资深党员 一定会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1917年苏联共产党刚夺得政权 经济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列宁深信资本家会不顾一切后果 和苏联做生意 当时列宁跟他的党员说 当行事对我们不利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绳子抛给资本家 他们自己就会把绳子往脖子上套 有党员问列宁 从哪儿弄那么多的绳子 去吊死所有的资本家呢 列宁说 你放心 他们会卖给我们的 现在有不少华尔街的金融家 不断在给中共输血 是不是给中共送上绳子呢 接下来我讲一下第二部分 习近平给自己下套与世界为敌 我在5月29号的节目中讲过 习近平执政一败涂地 内外交困 所有问题都成为了反对派 要求他下台的理由 从习近平个人的利益出发 他必须要在政绩上有所作为 强推香港国安法 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不但可以解决香港会成为 反共基地的问题 也可以解决香港成为反习基地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习近平与中共政权的利益是一致的 现在习近平强推加纳的香港国安法 就真能解决执政的风险吗 中共就能称霸世界吗 非也 习近平这是给自己下套 与世界为敌 为什么呢 首先香港国安法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可以解决香港成为反习基地的问题 但是也给反习派送上一把刀 从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 第一 习近平并不想香港的局势升级 而是想要尽快和平解决 比较明显的是 去年8月18号 170万港人冒着轻盘大雨 非法上街游行 而香港警察罕有的没有发射任何吹雷弹 也没有发生警民冲突 有传闻说 很多中共的高层 看到当天的直播都说 不得不服务了香港人 接着北京紧急向香港各个机构 部门的负责人传达习近平的指示 说谁惹得麻烦谁自己解决 自己去善后处理 不要再给中央添加压力 第二 有人一直想要刺激香港的局势 制造更大的冲突 想在香港制造六四流血事件 幸亏天佑香港 即使香港警察多次开枪 强攻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 也没有发生重大的流血事件 第三 中共高层收到的香港情报失真 对局势判断失误 例如 中共决定如期举行 11月的区议会选举 结果禁制派大败 让中共颜面大肆 也就是说 反习派一直想要香港乱 搞出流血事件 让习近平受国际的压力而下台 习近平强推国安法 看起来能起到一定的恐吓作用 但是却给反习派一个机会制造更大的问题 香港人应该清楚 中共在2003年想要推23条 目标是针对香港的法轮功 1999年中共在大陆开始镇压法轮功 但是法轮功在香港的活动却是合法的 法轮功学员经常在香港举行大游行 成了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 给自由行去香港的大陆人看到了中共破坏法轮功的真相 之后十几年 中共一直是想推23条 但是一直不成功 我们曾经讲过 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的负面政治遗产 江泽民对胡锦涛习近平进行暗杀政变 都是出于胡锦涛两人在破坏法轮功这件事上不积极有关 所以江泽民才会选积极镇压法轮功的薄熙来 想要薄熙来在十八大后代替习近平 也就是说江泽民破坏法轮功的负面政治遗产 是胡江斗习江斗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2012年习近平还没正式上台 我们就观察到 当年6月中共突然就一改常态 在香港组织清官会 用流氓手段骚咬法轮功 想制造流血冲突 只是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抗争 让中共无计可施 从派系斗争的角度观察 香港一直是由江派的曾庆红所控制的 在2012年的7月 梁振英上台 8月香港政府就一反常态 允许宝钓船出海去钓鱼岛 凤凰卫视还派出了两名记者水船报道 他们好像事先知道这一次是可以出海一样 之前香港海事处是明确禁止宝钓船出海的 2012年的宝钓行动 就引发了全中国的反日大游行 出现了打砸抢 有人发现带头煽动游行 打砸抢的是公安 这些事情在我们看来 全部是跟中共高层内斗有关 香港人你们只要静静想一想就清楚 2014年的雨伞运动 2015年梁振英提出港独 2016年望角的骚乱 哪一件事不是中共故意挑起的 也就是说 江派是不惜毁掉香港 也要想在香港制造流血事件 曾庆红有讲过 香港是越乱越好 大家想一下 习近平虽然是通过了党政机构改革 拆掉了江泽民的超级权力机构 610办公室 但是迫害的政策并没有变 中共官员从上到下 依然是按过去的政策增加法轮功的 那么之前十几年 中共一直想在香港推23条 就是要针对法轮功的 现在习近平强推香港国安法 那是不是给江派送上刀子呢 即使中下层官员派系色彩不明显 但是只要按中共迫害的政策办事 一定会迫害到香港的法轮功 那么江泽民的负面政治遗产 习近平也就有份了 目前在西方的眼里 习近平就是斯大林 毛泽东一样的独裁者 新疆的集中营 已经成了习近平的负面政治遗产 虽然新疆问题有中共建政后 镇压新疆遗留的历史问题 也有江泽民时代高压维稳 激化矛盾的问题 也有派系斗争的问题 但是习近平无论如何 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如果未来香港法轮功学员 和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 被港府以国安的理由抓捕或查封 那习近平一定会受到 国际社会的谴责 原来对习近平的批评 还有一些保留的法轮功媒体 很可能就要重新评估 对习近平的看法了 也就是说 习近平强推香港国安法 给自己下了一个套 要与世界为敌 习近平给自己下套 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 美国制裁可能会出发人权核弹 之前的节目我曾经解释过 6月2号 川普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 指示美国国务院推动国际宗教自由 并且将国际宗教自由作为美国的外交 头等大事来处理 破坏法轮功问题 那等于川普政府按下了一个人权核弹 必定会趋化中共高层内斗 加速中共的倒台 那美国有什么方法对付中共呢 未来中美关系和香港的局势走向如何呢 我们有以下几点观察 第一 香港人不会投降 一定会采用各种灵活的方法来反抗 香港民主派针对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在7月11号和12号进行了一个初选 超过60万的香港人投票了 这是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中 泛民主派得票的半数 我真是非常佩服香港人 香港人加油 我们看到香港人面临香港国安法的威胁 香港民主派表现得比以往更加团结和固权大局 香港市民也表现很配合 中共的高压不但没有打散香港人 反而让香港人同舟共济更团结 通过这次的初选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中共对泛民主派的渗透的情况 我们观察到凡是用各种借口阻挡大家团结一致 对抗中共的 大家都要好好想一想 在你们立法会选举的时候 你们的票应该投给谁 第二 7月20号是中共镇压法轮功21周年的重要日子 全球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活动进行抗议的 估计香港法轮功学员也会无期举行活动 中共可能会不批准集会或者买空进行恐吓 甚至可能会动用香港国安法进行打击 中共如何对付香港的法轮功将是一件可大可小的问题 第三 川普政府一定不会向中共妥协的 将会有步骤渐进式的进行制裁 在对美国公众进行中共威胁教育的同时 可能会先对某些西方的大金融机构进行警告 或限期制裁 进行敲删政府 让西方的金融机构和大公司自行剔除高风险的客户 以防止制裁引发客户的撤资和挤兑 如果美国的制裁导致香港大公司或金融机构撤离香港 大批的香港金融人才撤离了香港 那中共辛辛苦苦抢到了香港 却失去了价值 还会引发一系列的金融负效应 中国大陆也会受影响 香港就会成了中共的婆灵墙 第四 除此之外 美国还可以大打台湾牌 不断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 并且联合台湾和其他民主国家重建国际秩序 例如建立新的卫生组织 新的贸易体系 并且建立全球反共联盟 最后我向香港的朋友建议 对抗中共一定要跟中共打意识形态战 中共怕什么 你就提什么 中共反对谁 就要支持谁 要采取灵活的方式抗争 不要意气用事 白白送头牺牲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点赞和传播这个频道 如果想要更多更及时深入的分析 请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的会员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